离开家庭就怀了身孕 这只年轻猎豹初次来到赛伦盖利 一切都是全新和陌生的 他甚至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依然与平时一样追捕邓灵 毫不顾忌肚子里的状况 就算拥有这样的速度 邓灵还是跑了 荒原随处都不安全 三只雄性猎豹正在做标记 他们嗅到了别的气味 陌生的气息让他们激动不已 慈豹的位置很快就暴露了 猎豹三兄弟也正在物色配偶 这次显然不是绝佳机会 慈豹表示明确拒绝 猎豹兄弟就算耐下心来等待 也是白搭 牧草肥沃时 塞伦盖地聚集了大量的动物到来生活 仅仅这块土地就住着不少同一物种 领地边界重叠严重 还有一只猎豹的能力不错 他已是六只幼崽的母亲 能把孩子带到这般大 也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若是这些小豹都能够安全成活 那绝对是一件丰功伪计 猎豹三兄弟果然失望了 遭到慈豹拒绝很是不爽 但今天也不完全都是坏事 一只牛犊不知何故倒地不起 却正合猎豹兄弟的心意 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每餐一顿 再有撒月 这只慈豹就要缠载了 它的速度还是惊人的卓越 可是小兔很是灵敏狡猾 又失败了 今晚难道要吃草果腹吗 第二天一大早 好机会悄然而至 他服下身体蓄积力量 一旦开始追逐冲刺 速度马上会提升到最高水平 这次的猎捕行动比较顺利 开吃的地方也要讲究 如若其他动物过来打扰 就比较难堪了 这个说法并不是空口无凭 六只豹仔的母亲捕食诸多不便 每次打猎都是行色匆匆 吃东西更是不敢占用太多时间 就这外出空隙 还是发生了不好的状况 一只发疯的母狮闯入了小豹的藏身地 猎豹母亲回来的时候 他的三只又再不见了 这样的事情在狂野的草原并不罕见 对于剩余的小豹而言 它们同时也提高了生存几率 我们无法掌握一只动物的心理活动 此猎豹明显惊魂未定 它把柚子带到一处密林里躲着 母狮也可能还在附近 食肉动物之间不存在仁慈一说 杀死豹仔的母狮情况有些特殊 它是附近狮群的普通一员 身边带着两个孩子 这天 它们的领地来了两头年轻且强壮的雄狮 不怀好意的敌人盯上了母狮的幼崽 声名狼藉的雄狮兄弟残暴不仁 公寨掠地无恶不作 此师尝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也试图驱赶 虽然能力受限 还是为幼崽提供了逃跑机会 长时间的周旋 此师的策略露了破绽 只顾与较强的雄狮较量 却拦不住无宗狮子搜寻 草原的上空被乌云笼罩了 随时都要下雨 两头雄狮走了 母狮在焦急地找孩子 他看见了幼崽 但是已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灾难降临得太快 母狮满腔怒火 无法接受 另一个幼崽总算出现了 虽然看上去没事 但过度惊吓 致使他日后的生活过得异常艰难 从此以后 丧子之痛加上活着的幼崽郁郁寡欢 母狮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经常独处 也不积极独猎 直到六个小猎豹出现 他的愤怒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出口 发生这样的事 实在令人不胜震惊与遗憾 有人说 某些动物死去 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优胜略胎 但有些时候 里面也包含了不少运气成分 三个月过去了 男生雌豹终于产下了四只小豹 幼崽的样子极度萌呆 可爱得令人心动 母亲是个新手 也不懂照顾 只要饿了就立马外出 幼崽很小 也知道躲起来 其实真正也跑不多远 除了觅食 他们的母亲比想象中的大胆 遇到同类竞争对手 甚至还有钱去打斗的准备 无奈对方也是一位母亲 单凭气势 年轻的磁暴已落入下风 撤退也是一种选择 对手走了 更棘手的麻烦随之而来 这只仅剩下撒孩子的磁暴 依然倒霉 他很快又被打猎路过的狮群发现了 其中就有残暴的熊狮兄弟 追赶此暴的是几个未成年的熊狮 他们的势力愈发强大 所有潜在的威胁都会被无情摧残 前几个小时 这只花豹还享受着儿女围绕的幸福里 狮群很快发现了他们 转瞬间危机四伏 花豹擅长爬树 高处相对安全 但他的孩子还是不太灵活 只能躲得低一些 起码比这只猎豹的状况好受 他们的藏身处已经被包围了 情况紧急 此暴唯有以身犯险 他的做法像极了母狮 都是打算拼上性命的办法 总是来来回回误导狮子 狮群忙活了大半天 也折腾累了 他们最终捉到一只小猎豹 手段也相当残忍 对于遭受整个狮群围剿 还能活命的猎豹来说 没有全军覆没 这已经算是幸运了 劫后余生不知该喜悦还是悲愤 其中滋味大概只有词报清楚吧 所有的事都顾不上了 他能做的就是带着孩子赶紧逃命 随便哪里都行 最好是远方 一场大雨紧随而至 像是在冲刷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 很多动物依然在雨中捕猎奔跑 这只猎豹也在趁机吃东西 毕竟养着四个孩子极不容易 雨刚停 又豹也湿透了 聚在一起瑟瑟发抖 在雨前 他们的母亲亲眼目睹了 狮群攻击邻居的过程 也知道附近多出一个 不太正常的母狮 回来的词报是真的害怕 他要立刻转移幼崽 整个过程都是战战兢兢的操作 花豹趴到树上显得极度老实 因为一头接近疯癫的母狮 一直在盯着他 不肯走也不挪动 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 这部纪录片的段落先讲到这里 后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情节 其中包括受惊小狮子的恢复之路 母狮该如何走出心理阴影 还有猎豹 怎样玉子等关键内容 如果您喜欢本账号分享的纪录片 不忘点赞关注支持哦